就是大家後面還有幾個像Json 有沒有發現 其實網路上很多地方都會需要用Json來當API 也就是說如果你假設要資料交換的時候 不太可能用CSV 大部分好像還是用Json為主 而且這個Json格式慢慢變成後期之秀 幾乎好像所有的平台、程式、手機的APP 好像做資料交換都慢慢改由用Json了 XML好像越來越少了 我不知道發現 XML現在還是很多銀行業還是用XML 所以其實最好是你每個格式都能夠了解 然後遇到什麼樣的格式 馬上都可以去做一個串接的動作 那這樣自然而然就沒什麼問題 不然的話一個小地方可能會浪費很多時間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也許剛剛講的這一題好了 就是今天也許我們在延伸 先來看一下Creditable 如何下載大樂透歷史資料這個地方 那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這邊的話有一個我從網路上找的 其實我Google是查大樂透歷史 那之前我們在前面的一個上課的範例裡面 有一個叫樂透採的重量機率統計 那這個地方其實是延伸 因為剛好有同學 對於買那個希望每天都會很有感覺 然後一直常常會問我說 老師你可以幫我算一下 下一期開哪些號碼 講說我怎麼可能會跟你講 我上課又不是算名牌的 你搞錯重點了吧 我只是說我拿歷史 所以假設你要分析 我們只是拿這些資料 怎麼樣比較快分析出結果好了 比如說我們今天有個問題 我如果想要知道 歷年來大樂透從2004年開始 哪一些號碼的重獎機率是最高的 我大概可以分析出來 甚至是禮拜幾開出哪些號碼機率最高 甚至哪一天開出哪個號碼最高 大概是可以這樣啦 OK 那只是說第一個 我們會需要做一件事 你要先把歷年來的所有的號碼先取得 那總共有幾期我不知道啦 不過你可以看到 剛剛這邊就可以搜尋一下 得到的結果這邊就有了 那這個樂透雲裡面的話 總共有72頁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把這些資料 全部都拿到ECL的話 以前的做法是怎麼樣呢 選起來 然後Ctrl C Ctrl V 然後再下一頁 有沒有第二頁第三頁 總共72 所以你要做72次 所以如果說假設 我希望能夠 不要把自己當回圈來用的話 因為其實重複做嘛 有範圍的 那你就直接可以想到說 我們跑一個for回圈就好了嘛 for i 等於1到72 然後呢我只要變更什麼 把上面這個網址有沒有 IndexPage等於1 那就是第一頁 如果我把它改成 IndexPage等於2的話呢 它就會跳第二頁 有沒有第二頁的話就8月15嘛 那IndexPage等於3 那它就一直在往前 那因為它是order by等於new的話 所以它是從新的一直到舊的 有沒有5月份 那所以呢如果今天我想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當然我第一個會需要有一個方法 可以先抓一頁就好了 先抓一頁 那怎麼樣抓一頁啦 其實你們舊的eSale版本裡面有一個什麼 從web的抓那個網頁的方式 那於是我其實已經把它錄下來 這個是從那個eSale2010的時候把它錄下來 所以你們可以待會兒幫我開啟那個 雲段白板裡面的第二個單元 用cretable下載大樂透歷史資料 那其中的話你可以在 在第四頁的地方找到有個範例檔 有沒有看到範例程式嘛 sub到end sub 所以你把它ctrl C ctrl C之後的話呢 先把這個程式先貼到一個新的工作表 所以先開一個完全空白的 然後呢你就開發人員裡面的visual basic 接下來的話呢一樣嘛 還記得吧 如果你要把sub貼上去的話 第一步一定要先什麼 插入一個模組 這個動作一定反正不管怎麼樣 反正你就記得一定第一步插入模組 第二步的話呢把它貼上 好那這裡的話 總共你需要改兩個地方就ok了 不過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cretable跟剛剛那個蠻像的 有沒有 差別只有在這邊是變成URL 剛剛好像是什麼 Test TST 所以喔以後如果是看到Test是抓CSV 如果看到URL的話 就是抓網頁上面的table 特別主要一定只能抓table喔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不是table能不能抓 很抱歉 cretable它沒那麼厲害 所以如果假設你判斷按滑水路線檢查 看到它不是一個table 它是一個DIV的話很抱歉 你就不能夠用cretable抓了 那你說老師不能用cretable那怎麼辦 你就用別的方法抓 後面我們會講 別的方法說這樣難度比較高啦 但是還是都可以抓得下來 好那第一步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分號後面有個空白 請你把它選起來之後 貼上那個網址 那比如說我要抓第一頁的話很簡單 你就把那個樂透雲上面的這個上面的 這個網址把它改成1好了 假設我要抓第一頁的話 那我就直接把indash3等於1 對不對 把它直接複製 貼到 記得喔 這邊不要有空白 把它貼上蓋過去就好了 記得這邊不要有任何的空白 如果有空白記得一定要把它去掉 好 那目前給它這個網址 它就會幫我抓第一頁下來了 而且呢 幫我把它放在這個網頁裡面的A1儲存格 OK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可以看到呢 底下還有第二個參數 所以第一個參數 一定要加網址 第二個的話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邊 也知道 web table等於 後面的話 沒有東西 那意思是說 你要自己去算一下 到底你的表格 表格是在這個網頁裡面的第幾個 OK 那你想說 打開樂透雲 那這裡有表格的好像只有一個啊 欸老師沒有啊 那就1嗎 喔不對 其實喔 很多地方喔 那個table標籤不是只有放表格 它有時候拿來排版的 所以有些地方其實看起來不是表格 但是實際上它是表格 那我怎麼知道是不是表格 很簡單 在這邊按右鍵 檢查 這邊會顯示幾個 那你可以去找 第五個 所以就填入五個 就是這個網頁上面的第幾個表格啦 特別是那個方法喔 這個也是我自己想到的一個方法 我覺得這個方法應該最簡單 不然以前可能要自己從頭到尾去找那個原始碼 我覺得這樣不太人性 剛好開發模式裡面有個Ctrl F 所以Ctrl F下方這邊就多一個搜尋 所以這個Ctrl F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那你就把那個標籤名稱打上去 記得喔 前面有個小於符號才叫標籤 可是如果你沒有小於符號的話 它就是一個名稱 也就是找到這個網頁裡面 table的名稱 所以你會發現是十四個 那顯然不對 有沒有 所以一定要加一個小於符號 那就是標籤 所以這個網頁喔 總共有七個表格啦 你說老師那七個表格長什麼樣 其實你會發現第一個表格就在上面 那明明它不是表格 為什麼它用表格 沒有它拿來做排版 有沒有 這個也是第二個 第三個好像可以抓到 但是問題它是在這個整個表格的 範圍太大了 所以上面還有別的 所以我不要 第四個是上面 第五個的話才是這個啦 所以這個 這個就我們要的 那你就在這邊輸入5就可以了 這邊關鍵字是5 接下來的話呢 你就直接把它Run一下 那這樣OK了 就可以把第一頁的資料抓下來的 有沒有 所以這個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那可是問題啦 如果假設我希望 其實理論上一般習慣會在上面再加一個 先把舊資料先刪掉 所以有一個語法叫sales 點什麼點clear 點clear的話就是把資料給清掉的意思啦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Run 假設你要抓下一頁的話 就是index比等於2嘛 所以把它執行 有沒有 第二頁就出來 第二頁就下來 那如果你要第三頁的話 當然如果不清掉 假設不清掉 應該是什麼 第一頁放在這邊 那第二頁的話 應該是放在Ctrl向下的位置 然後把它加1有沒有 放在這邊 第二頁放這邊 以時類推 所以呢 如果我希望把1到72頁的資料 全部抓下來的話 那我們其實是可以把這邊改一下 也許大陸都下載 前面加個P次好了 也許我把它改一個名稱叫P次 所以在大陸下載前面加個P次 那意思就是說我要抓1到72嘛 所以呢 那我可以在這邊寫一個回圈 回圈的範圍跟他講說 我有72頁for i等於1 1到72 m的兩下打一個nest 然後呢 接下來就把剛剛的這個程式 把它放到這個回圈裡面 Sales Clear放在外面 因為只要清一次就好了 不然你放裡面 變得一直清除 那把這個winds到endvist 放在4nest裡面 然後記得選起來 按一個TAB鍵 讓它跑到下一階 因為如果假設你沒有放在下一階的話 其實執行的時候並不影響 但是齁 你看程式真的會看很累 所以盡量還是縮排一下 比較有那個階層的感覺 因為我常看到同學都沒有縮排 那看起來其實會比較容易 頭尾也看不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有sab一定有nestab 有for就有nest 有沒有 然後有if就會and if 有with呢 就會有and with 有沒有 就頭尾很清楚嘛 比較不會寫錯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把i放到這個indage page 等於多少的這個位置 所以呢 我們直接怎麼樣 把2選起來 或者1選起來 然後呢 把這個i串在中間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兩個雙以後 移到中間 兩個and 再移到中間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把and 前後再加空白 這樣就串進去了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把它執行的話 它會被抓 應該會抓 那問題你的destination 就是你抓下來的資料呢 都放在A1 可是問題來了 A1 那如果第一頁抓下來之後 那第二頁呢怎麼辦 其實 第二頁 它不會蓋掉 它會把它擠到右邊去 所以呢 如果假設執行的話 執行 應該可以看到 其實 它的資料 第一頁抓下來之後 有沒有 然後第二頁把它擠到右邊去 所以呢 第一頁理論上 它也會存在 只是說呢 這個就72頁 這個就71頁 70頁 所以第一頁在哪裡 Ctrl向右 在這裡啦 第一頁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今天是29嘛 所以昨天有開箱 有沒有昨天的 號碼在這裡 有沒有 所以喔 如果假設 我們要把全部資料抓下來 其實理論它已經寫好了 但是呢 它的位置不對 不過你說老師 那我這樣OK啊 沒關係 我自己在 因為它沒有固定的欄 所以這個資料 也是有資料 但是對我來說 其實跟沒有資料差不多 為什麼 因為你還要再想辦法把它正規化 為什麼正規化 因為其實它本身幾籃 一二三四個籃位 那你變成你現在幾籃 變成四再乘以72耶 哇太多了 而且你要把它全部變成可以統計分析 你沒有正規化 什麼事都沒辦法做 你要做樞紐分析表 你又沒有在同一個位也不行 所以接下來如果你要做統計分析 你一定要讓它正規化 所謂的正規化就是有四個欄位 OK 那怎麼做 其實接下來就是說呢 可能要把這個地方改一下 這個range a 有沒有 後面1的話 那就不能每一次都是1了 所以變成說你下一次的話 要讓它可以移到下去 所以喔 還記得我們之前有個k對不對 其實也是類似上k的概念 它第一次 當然我不用k啦 我用r好了 r等於1 那把這邊呢 因為它剛好在這個字串的最右邊 有沒有 A2嘛 A1它右邊沒有東西了 所以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然後移到雙0號的右邊 m的r就可以了 然後並且把m的前後加上 那接下來的話呢 它當它是第一次的時候 那是a1沒錯 OK 不過啦 同學常常問說 老師明明這邊是數字啊 那為什麼到這邊呢 它就變成文字1跟a串在一起 主要原因很簡單 好像前面有講過 and 只要遇到and 它自動轉型 會幫你把什麼 把這個e轉換成文字的e 然後再跟a串在一起 所以跟a串在一起就變a1了 有沒有 a1然後前後有雙 OK 好 那可是我們怎麼樣讓它變往下 其實你可以讓它在這個and with 下面這邊加一個r 等於什麼呢 當它已經下載第一頁之後 然後下載第二頁的時候應該是什麼 向下追蹤 有沒有 Ctrl向下 讓它追蹤到哪裡呢 追蹤到Ctrl向左 Ctrl向下 有沒有 讓它向下追蹤之後 放到它追蹤到的位置的下一列 所以喔 追蹤到位置的下一列 那當然喔 一樣嘛 Ranch 這個地方的話 是A1 一樣從A1開始 然後點end 打錯了 難怪沒有提示 Ranch 所以有時候你點下去 假設沒有提示 那表示你應該打錯字 然後前括弧 向下追蹤到的列 OK 那記得一定要怎麼樣 加1喔 不然它會從 它有資料的地方 就蓋過去了 所以一樣會擠到右邊去 好 那這樣的話它就 跑跑跑跑 就OK了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這邊設定要中斷點好了 停一下 先讓它清掉 把舊的資料先清空 怎麼還有資料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讓它 R等於E 所以它理論上會抓 第一個資料 然後第二個資料 意思類推 總共有72頁的資料 它就足以足以跑了 不過可能會跑的時間 稍微 久一點點 不過至少比人工來跑 一定是快太多了 OK 那跑完之後的話 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呢 就第一頁了 就下載下來 但是呢 其實它還沒完成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個資料裡面 還有蠻多問題的 比如說什麼呢 我們其實是需要六個號碼 但是它問題是 它幫你把它放在一個儲存 問題不對啊 一個儲存哥裡面 根本沒辦法做統計分析 因為它等於是一串文字 它不是六個號碼 所以如果你要讓它變成六個號碼的話 你必須把它分開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剛剛這一段的話 其實雲端白板上應該有 這個是範本 把它加上去 再來的話就是 批示下載在這裡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